原标题 南京沦县后日本人在中国关乎北京的汉奸 他们也谈判相庆1937年12月13日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 国都沦县的同时日本人 在这里展开了惨绝人魂的大屠杀 日本人在中国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中国各地为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进行庆祝 日本人深信占领整个中国的目标即将实现 图为12月14至北日 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受一项庆祝的日本人群挥手 12月14日 在天津日本商业学校操场内旅居 中国的日本在乡军人会 国防复人会 和小学校的儿童举行了盛大的祝贺摇机游行 在日军完全占领上海后几一个月 便又占领了南京 这让在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团激动万分 他们走到码头欢迎日本海军部队 在南京轮舰的第二天 12月14日中午 一直谋划建立新的伪政权的汉奸 我们便在北京居人堂公开对外宣称成立新的政府 并以此来取代国民政府成为新的中央政府 这便是看日战争史上臭名昭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他们将首都定在北京 以普策旗作为国旗 对外继续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 日伪将北政权 特意选择南京沦陷的第二天 就是为了竭力渲染 所谓的新的中国中央政府祭祈的气氛 不过这个由华北日军扶持起来的伪林时政府 却自始自终 就连日本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伪林时政府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临时政府常务委员 王克敏 王一堂 东堂 西谢元 朱申 临时政府委员 汤二和 东康 王克敏 朱申 王一堂 西谢元 江朝宗 高领位 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 行政部总长 王克敏 兼 治安部总长 西谢元 教育部总长 汤二和 司法部总长 朱申 镇纪副总长 王一堂 义政委员会委员长 汤二和 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董康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